各位召唤师们 大家好 这段是要说明走A 会以普攻的最远范围 攻击小兵 还有停止键 S 跟蚯蚓键那个 那个破浪的那个符号 数字键 1 左边的那个 蚯蚓 符号那个键 好前沿的部分 就是走A 如果你经常玩的 那个英雄 是以普攻 然后又是远程为主 那这个就是拉打偏重 这一定是拉打偏重的 那这个走A的 玩法 这个方式 就要练一下 那 一般这个走A的方式是下路 AD射手要练的 因为AD的射手 主要还是以普攻为主 所以说拉打击为偏重 再加上下路是2对2的模式 要特别留意走位 就是说你那个尽量不要被点到头啊 或者是尽量不要被放到技能 这样子 那你使用这个走A的话 它会 你可以那个往后拉 再按A键 那这样随时就是保持最远的距离来尾兵 或者是尾刀尾那个小兵 好这样子 那好处还有一个就是说 能够分散滑鼠右键 那个频繁的点击 那个因为右键就是那个点击率非常的高啊 因为你要在那边移动动来动去嘛 它可以分散掉 可以就是说左右手平衡 才不会那个玩到一段时间手会特别的酸 才不会那么酸 那好处2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向后拉 再按A键 会以普攻的最远范围 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是普攻的最远范围 这个是走 就是说这个 走A的最大的 优点在这里 你向后拉之后有没有 你再按那个A键有没有 那个会是他会自己去用最远的距离去攻击攻击那个小兵的 而不是说你当前的位置 去攻击那个小兵这差很多 因为有时候那个敌方的 玩家就是说 敌方的英雄 你如果那个距离 没有说保持良好 那你就会被点到 那个头啦或者是被放到技能 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走A的最大的 用处在这里 他是普攻的最远范围 来伪那个小兵是这样子 当然也可以点那个敌方的头啦 敌方英雄的头 他 就是说这个要练很久 这个走A点小兵 走A 点敌方的头要练一段时间 这个 才有办法 这个要练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是一个习惯性的操作 有一个玩法 那如果你不习惯 也没有关系啦 就是说你 游戏玩得顺就好 因为你硬要去用那个A A在那边 拉来拉去 有时候你 那个 这怎么讲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适用的 走A比较偏向是那种 远程 普攻 拉打偏重的 才需要走A 那有的英雄是 技能偏重的 那就不太适合 因为你按一下那个A 然后又去按那个Q打ER DF 然后在那边滑鼠左右键在那边按来按去 那个会很 频繁的非常的忙 这样很容易去按错 非常容易按错 那你就是 按错就是 就直接那个技能你没有压到没有按好 那就是那个 就是不太好了 所以说就是 这个东西是走A这个是 不是所有的英雄可以用的 那主要是远程 普攻 普攻跟拉打偏重 才要去练这个走A 是这样子 2 走A设定 快捷攻击型移动 这个 名称是文周周的 其实不太好理解 到底什么东西 要实际上超过 操作过后才知道 那改为A键 快捷攻击型移动 这个就是有另外一个讲法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快捷普攻 也可以理解成快捷普攻 预设的 快捷攻击型移动 就是快捷普攻 他是按住shift的键 配合滑鼠右键就可以 预设就有 只是 主要是 分那个左右手平衡 所以说 我们一般是不会用这种方式 来做那个快捷普攻 我们会把它设成 A键这样子 那有一个更简单的 称呼 就说这个 快捷普攻 快捷攻击型移动 你把它设成A键之后 就变走A这样子 更简单的说法 就走A 好 在这边 我们要看一下 你在游戏中 ESC键 然后这个 热键 玩家移动展开 在这边 快捷攻击型移动 这样子 那shift mv2 就是指shift 压住 再按滑鼠右键 那就是使用这个 功能 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mv1 什么是mv2 那其实有时候那个 怎么讲你这个电脑游戏玩久会那个 头昏眼花 就是 头昏昏 眼胀胀 然后顿顿这样子 那 容易分不清楚这个到底 左边右边 就是 怎么讲就是有时候那个 左右边会分不清楚 那这个时候 我一般就是说我个人的那个技法是这样子 写字的那只手 是右手 右手的那一边就是右边 就是这边 写字是在用这只手 那这边就是右边 那这边就是左边 那mv2 在英雄联盟的设置是 有没有它的简称mv2 就是在这里 就是指滑鼠右键的意思 那mv1就是滑鼠左键 在这个 快捷的那个 快速键 这个热键 的设置里面还有个mv1 指的是 滑鼠左键 这张图大家记一下 因为那个 有时候那个玩久之后会那个头昏眼花 就会 左右不分 那你要知道一下这个mv1跟mv2是什么意思 mv1指的是滑鼠左键 mv2指的是 滑鼠右键 那这个地方 快捷攻击行移动 你可以把它设置在 因为有的人是 我有看过有的人是把它设置在这个 第2方案 也就是设置2 这边 那一般那个shift加滑鼠右键 一般是不会这样用的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它设在 配置1这里 就是设置1的方案 这一对象 快捷攻击行移动 快捷普攻 你这个地方把它设置a 好了之后再点确定 至于该如何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有没有 比如说这个凯特林 那这个就是那个下入ad 经常可以看到的 有没有 如果说你站在 比如说你站在这边 你要去打这一只 那这边过来的很容易被a到 因为你是目标非常明显 但是如果说我把它移到这里来 移到这个小兵后面来 这样子 然后我再按一下 再指到这个尾刀 比如说这只我要尾刀 再按一下a 他就会自动的 以最远的距离 攻击 他攻击的那个范围 以最远的 普攻的攻击范围 他会自己去打这只 那打完这只之后 再马上向后拉 有没有就是 呃像那个 珊瑚的那个小丑鱼一样 有没有 他那个吃完东西之后 就马上躲到那个 珊瑚里面 有没有 会比较安全一点 你才不会去 就是马上 吃完这只马上向后拉 这样子 这个是拉打 非常好用的地方 就是走A 好 那我这 边就是我们现在要用 那个练习工具 来跟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走A 就是这个下路 这个AD要练的 原因 好就是你试用了 之后就知道 先把它打开 开始 练习工具 练习 练习工具 确定 那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 呃 前面的几篇 有开那个练习工具 但是就是直接点 开始游戏 那现在的这个 要有一个那个 NPC 要一个电脑 过来 好 这样子 我们把它加入个电脑 把它选 选别之啊 那个 呃 那是10号 那是10号 终极 终极 好像从这边 加入之后你可以选 那个电脑 然后什么的等级 开始游戏 凯特琳 锁定 好 那这个地方 呃 我们先 其实也不用了 买一个东西啊 买一个道具啊 余生金钱 然后你可以按快键B 或是点这边啦 那个开启 道具商店 那一般都是用快键啦 快键 那新 这是最近更新的那个 道具的视窗 好他有分这些 建议 全部道具 跟这个 他的那个项目特别的多啊 相当多项目 然后这边又有分 注意看一下这边 他有分辅助啊坦克 的道具 那 也可以用全部道具这样子 这是轻功筛选啊 那这边是那个 之前救的也是有这种东西啊 这是针对那个物理攻击 等等的这些 好那一般你可以切到那个全部的 那个轻功筛选啊 点一下轻功筛选 好这个是指那个 两个条件的 比如说我现在要物理攻击跟 那个 魔力回复 两个条件 因为这个是属于比如说像希维尔 他就是用这个比较适合的 这是两个条件 那这个可以点击一下轻功 那全部道具就会出来了 好那个复活 那个复活甲 那这边水有没有 他是有这样展开的 那注意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现在变成点一下 才能够嘛 这样子 你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像这样子劈这样子 有没有 他 他好像就是不能去会出现暗掉啊 不能卖掉的东西这样子 要注意一下 刚才不小心点到 好 那现在就是到这边 那这边有一个按钮是传送 好这个会比较快一点 到这 好 那我现在要跟 设定一下是从这边 滑鼠右键 不是滑鼠右键 DAC键按下 在这个热键这边向下拉 玩家移动这个 好我已经设好 回复计设定让大家看一下 好有没有他是shift加mv2 你可以把它设在这里 A 好这样子 那一般设在这里也可以啦就是设在这里这样子就直接使用A这样子 那我现在向后拉 滑鼠右键点一下向后拉 然后比如这只我要吃了 这只我要吃了有没有 好我点一下A 他会自动的攻击 然后向后拉我躲在那个小兵后面 然后吃这只 用暗内键 我不是用滑鼠右键我是用那个A键下去点 那我随时就是站在小兵后面 有没有 像这只我要尾了 A一下 A一下 这样子 随时的站在小兵后面会比较安全一点 这样子 好A一下这样子 向后拉 然后点一下这样 那这个地方要练蛮久的啦因为是那个 刚开始玩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 那那个敌方也可以 你可以点那个敌人头也是可以使用A键 就变成A是那个 这样子 A这样子 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这样子 这个要练习一段时间啦 你就是一直站在你只要顾好站在那个小兵的后面然后 这样子 点那个A键这样子 蛮方便的 好 就这样 OK那这个说明就到这里 我就是说 比如说像这个 小兵 你站在一堆小兵后面会比较安全一点 向后拉 点一下 那比如这一只你就点一下A 你要把那个时间算好 点一下A他就 自动跑前了 我这个拉打非常好用 拉打会非常好用 好OK 那这个说明就到这边 那现在要讲一下那个 停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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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S键 要知道一下 有时候会用到 应该说 比如说你是玩姜果 或者是那个你要让蓝蓝或者等等的 让蓝蓝蓝红啊等等的东西会用到 它是什么作用呢 这个S键 停止键 它是你按下之后他就什么都不做 就是站着不动 不做任何攻击 那这在让蓝蓝或让蓝红的时候会用到 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一些的情况 就说比如那个小兵有没有 因为 呃 我这边点回来 比如说那个小兵嘛 你就在那边等 你不用在那边按来按去 你直接按S键停下来 然后等它快没血的时候再点一下这样子 比较 比较方便一点 好就这样子 你不做任何攻击 这样子 I keep the fuzzy pops tone 有没有不会攻击 然后等它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按A键 或者是滑鼠右键 进行攻击 好这是停止键 但是在哪里呢 在这个 呃玩家移动吗 玩家移动这里 这个键 一样是这个键 停止这个键 S 好这里 这个键 有没有 起来这里 好要知道一下 这个键很常用到 好站在小兵后面这样拉 用那个 键盘的A键这样顶 那S键就是说打小兵的时候 你可以按那个一段保 好你只要站在那个小兵后面保持一段距离 我不给他攻击 快到的时候再点一下 这样吃兵也是蛮好吃的 这样子 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 这样子 好那个S键 还有比如说浪蓝 浪红 这样子 好 就是按一下S键就是不会攻击了 那可以把红跟蓝让给队友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要讲解这个一个按 按钮 蚯蚓劍 那这个蚯蚓劍是在 在哪里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键盘 在 这个按钮 比如说 对然后 厚一点 这边这个 1 旁边的这个 有没有 这个就是蚯蚓 有这个符号 那个蚯蚓劍或者叫波浪劍 这样子 是这个 那他这个符号是做什么用的呢 关闭 说明一下 把它点移动 这个 仅能以敌方英雄为目标 就是说 假设说 敌方的英雄 他站在小兵堆里面 你在点的时候 有没有像这个图 他站在这个小兵堆里面 你有时候会点到旁边的小兵 你点不到英雄 会有这个问题吗 那这个时候可以压住 这个时候可以压住这个蚯蚓劍 这个时候可以压住这个蚯蚓劍 也就是数字键 数字键1 左边的那个键 蚯蚓劍 他会只限定 能点 敌方英雄的头 会自动忽略小兵 你就是点不到小兵了 我这边就是 然后要注意看一下那个这个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那个 滑鼠指标之箭头 一般中间都是空洞 中间没有东西 但是你那个 蚯蚓劍压住 不放 中间会出现一个粉红色 就是偏红色 像这样偏红色 好我这边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示范一下 好滑鼠 注意看一下中间那个滑鼠 的指标 我现在压住 修影剑 他中间就会变成粉红色 那点不到小兵 没有办法点小兵 有没有 只能点英雄 点那个敌方英雄 他不能点 像这小兵不能点 那我一定点得到 那这个通常是在那个 像这种小兵 他在那个小兵堆里面 你就这样用 这样用 他不会去点小兵 这样子 那个小兵没办法点 只会点那个 敌方的英雄 这个地方 这个功能键要知道一下怎么用 好 那用法的话就是说 那个 很难判定啦有时候 其实也不太需要用啦有时候那个小兵 那个放一个招 差不多清空了 那再点一下敌方英雄也可以啦 就是连小兵跟敌方英雄用技能打 这样子 那主要是插在那个普攻的部分 有时候那个血剩一点点有没有 那他在那个小兵堆里面 那你点小兵就没打到 他就逃跑 这避免这种情形啦 那你就直接压住 就直接点这样子 好 要知道一下那个 蚯蚓剑的功能 好 那这一段的说明就到这里了 点击一下离开 OK 好离开 那这一篇的教学主要是跟大家讲 这三个东西啦 一个是走A 一个是 停止 剑S 一个是蚯蚓剑 那个波浪剑那个 这三个剑是怎么用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用那个练习工具 下去试一下 还有就是说你用那个练习工具你可以从这边 假设你需要一个电脑 来做测试的话 从这边按 从这边加入电脑这边按 然后这边可以选角色 然后终结这样 这个要知道一下 然后离开视频这个X 好 那大致上就这样子 那在这个YouTube的注解这边有一个Donaid赞助连结 维持这个教学频道能够正常运作 大家可以 到Donaid赞助 连结里面的 一个Donaid网站 点一下之后 大家可以进行小合赞助 那支持一下这个教学频道也可以点击一下订阅按钮 然后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 视频 这一文章 我真的很感觉 可以进行 这个发行专门 蚊子